就按这个比例下来 百分之百成功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皮冻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吃健康来 把上面的毛根 处理净 把它下到这个冷水锅里煮 看一下 朋友们开锅两分钟 洗一下 你看这肉轻轻这么一片 就下来了 片完以后 一看自己做的不可格 这样立的刀 这么刮一下 也行 是指呢 这个肉皮 你就算你 除的不净这个油 也没问题 一样做的非常好 凉了以后 那皮冻上面肯定是一层油 你把那层油 用刀给它刮下去 就完事了 你就切成这样 然后呢 再洗一下 看看 加上盐 搓 用碱 用碱也可以 用醋也可以 朋友们看这个颜色 哪个汤色 看好啊 我要把这个洗两遍就可以 煮得非常干净了 非常干净了 这是一斤二两个肉皮 看这个水 一斤二两肉皮 咱们是照二斤二两水 往里加去 烧开 一会儿见 朋友们看好啊 开锅了 一斤肉皮 二斤水 你就按这个底地 下 没错 做出的这个效果 非常好的 看看 盖上这个盖 为什么在锅里熬一下 让它开上锅 我这个再开上锅 就可以去时间了 不用往路刨时间 里面那个热度够 上下一起成熟 现在就叫上元气了 咱们蒸制四十分钟 一会儿见 来 时间大了 四十分钟 看一下 搅动一下 搅动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熟的这个程度 这样就可以了 用这个手轻轻一下就断了 可以 搅动一下 让这个胶纸呢 再往下下一下 拿出来 朋友们看好啊 凉上两个小时 再把盘子扣上放到冰箱里就行了 时间到 来看看 嘎嘎的硬撞 看 看 晃动刀头 切出这个波浪纹 像波浪花刀切的一样啊 然后蘸汤 然后蘸汤 除了那个效果 非常好 一挂汁就上去 一挂汁就上去 老陈醋 给上四十克 酱油 酱油 二十克 放点辣椒油 特点啊 入口滑 嫩 肉皮呢 筋道 弹牙 又嚼劲 鸡肉 皮冻的成熟方法呢 有熬制 蒸制 压力活 跟压制那种啊 效果都非常好 今天这种方法最适合朋友们在家操作啊 一斤肉皮 二斤醉 就按这个比例下来 百分之百成功 好了 今天我们的皮豆啊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